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投资者来讲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买到港股以及美股的 因为可能资金量不大 因为可能渠道特别麻烦 因为也许对海外市场的监管这些东西都不熟悉 那么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国内的投资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股票到底未来会不会涨呢 好的 这就说到我们前面做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说到中国中车这家公司 有给观众算推 如果算得上推荐股票的话 可能就是这一支了 因为当时茅台涨得很厉害嘛 相对于茅台以及金融股来讲 中国中车在我第一次推荐的时候 当时是十块出头 十块五六毛的样子 后来我第二次第三次又提到他的时候 是十一块三四 十一块五六 后来为了表示我这个是比较看好 我就象征性买了三首 然后呢 最近有一些下跌 涨上去又跌下来了 然后我为了表示跟大家是同心一致的 如果你们受损了 我也一样受损 我又买了二十首进去 就是两万多块钱吧 就是有难大家一块受 这个要负责的 那么很多微信 微博的朋友也给我留言 哎呀 我买了怎么跌了 是这样的 当时我推荐有几个原因 一方面是像茅台金融这些平安啊 这些 他涨幅已经很高了 那么中国中车呢 只是涨了百分之十几 那么从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 只要这个股票整体是上扬的 那么迟早会轮到这一只股票 这是一部分原因 还有就是中国中车 它相对于其他的公司来讲 它的价值会比较稳定 即使下跌 也不会跌得太惨 我是这么去理解 因为像中国平安 还有茅台这些 要么就是涨幅太大 要么就是它的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中国平安嘛 它可能面临的这个风险还要更高一点 因为它是金融类的企业嘛 所以我是说帮大家规避一点风险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保守了 因为如果你追涨热点的话 可能会挣得更多 那好 那我们待会再说中国中车的问题 我们这先从大的角度去考虑 那么我从哪里说呢 先从汇率开始说起嘛 因为汇率跟这个国内资产 是有相当大关系的 那中国汇改是在05年的时间 离现在已经有13年过去了 从汇改开始 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是从8点多 8开外一路上涨一路升值 升到了6.02 6.01的样子 眼看着就要突破6了 然后这个出现了一轮贬值 一直这个离岸人民币一直贬到6.97啊 其实就是7了 那么这是一个逆转 一个相当大的逆转 但是在这逆转之前 我们看到的就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 05年到15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大幅的上涨 一轮接一轮的上涨 那同时呢 这个人民币的牌价啊 这个兑美元的是升值了25% 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说把它做一个相关性来看的话 就是只要人民币一升值啊 国内的资产 它就会啊 膨胀就会升值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如果说在我做这么多预设分析 以及你自己观察身边的这些资产来看 如果你还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大量的上涨空间 比如说你觉得它还会涨一倍 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那么对于中国那么多类资产来讲啊 特别是主要门类 如果你还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那么大的空间 那我觉得你这个方向 应该是看得相当的错误 现在确实即使你不卖 也不能再争持了 特别是你以债务的形式 去堆积自己手中的房产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的有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的房子 它是不会再大幅的往上涨啊 我是说整体水平啊 不排除个别城市 以及一些城市的个别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暴涨 好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之后 我们再看 如果这个房子不涨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又开始升值 那么这些钱如果再次流进来 会流向哪些领域呢 我在上个星期出差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6月25号的那一天 我打算换几万块钱赶币 汇回这个内地 但是那天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钟 那么我连续问了五六家啊 就是一排的这个店 问他有没有这个人民币 他们都说人民币当天已经用完了 后来我在手机上一看啊 在24号的时候 人民币大幅升值了0.78% 那么25号的时候当时这个离岸人民币在下午4点的时候仍然在大幅的升值升到了百分之八点多 当然当天又回落了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年化收益来讲啊 乘以一天的0.7来讲 那么年化呃是365天对不对 乘上去那你这个一年的年化利率接近于百分之二百多呀 百分之二百多的年化利率是很高的一个回报 我们知道一般的这种资产收益就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百多是普通回报的40倍 也就是说当时应该是香港大量的这种机构在拆借啊 就是把大量的这个呃人民币给借到手上来 拿到手上之后就等着人民币升值 然后再呃卖出去这样获利嘛 那我们看到那在我做节目的今天啊 2月2号的今天 那么人民币又升值了一波 那一小波 那么现在的已经升穿了6.3 就是6.2多 那这个时候离原来的6.02这个最高的峰值啊 差距已经又一步缩小又进一步的缩小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如果人民币升破6怎么办啊 如果他升到6以后就是变成了5点多 那我们看到可能大量的外资又会重新回到中国 那这一轮呢 在我前提说的就是不再炒卖中国的房子 那么这些钱去哪里 很很显然嘛 那就只有股票市场可以装得下这么多的钱了 同时我们要看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比如说比特币的价格啊就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在2017年的时候 同时中国对资本广资也更加严格了 那普通的居民 我看到很多网友跟我反映说这个 要把钱转出去人民币变成美元并不容易 难度越来越大 包括我自己炒卖的时候要把钱转到香港难度也会增加很多 那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你钱进来容易 但是出去难度大的很多 那国内呢又会变成一个新型的验射壶 那这个验射壶形成可以说对以后这个验射壶泄洪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情 也就是讲这第一个预测 如果中国的股票真正出现大幅上涨啊 那么需要一个很大的前提条件就是房子不涨 然后汇率人民币升值幅度啊已经升破6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钱啊 不光是中国的钱还有外国的钱重新回流来炒股票 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啊 就是啊什么呢 就会啊资本会大洗牌 这个资本大洗牌我这次出去的时候 我跟几个朋友聊起啊 我相信我这个观点一说 你可能也会觉得我有问题 我是这么说 我说未来几年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人相当一部分人 可能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会去卖房子来炒股票 对不对 我这个观点一说你可能就会笑 我当时跟我一个券商朋友聊的时候 他也是就虽然说因为我是他客户嘛 他也没有直接好说什么 但是我可以从他眼神中读出来那种不屑 傻叉吧 因为他在深圳有房子嘛 傻叉卖房子炒股票 对不对 这么傻的事情谁会做 但是我也跟他解释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短期来看 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以及从居住属性这些问题来讲 结婚啊这些刚需的这些角度来讲 确实这种想法很疯狂 但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房子跟18年前2000年时候的房子比 你会不会觉得房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很疯狂呢 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啊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回归 比如说房子以前在中国的大城市他的价格其实是偏低的 那么他回归之后他会走向一个极端走向他的方面就是变得太值钱了 这其实是一种疯狂 只是我们现在身处在这种疯狂中没有感觉 但是他如果过一个时期 他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除了自己基本的居住需求之外 他会把房子拿来 特别是自己有两套以上房子 会把房子卖掉拿来炒股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更极端的 他仅有一套房子 他都会受不了这个股票市场的诱惑而出现去卖房炒股的这种情况 就是从一种疯狂走向另一种疯狂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有多少呢 其实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说如果我这种可能性一旦被我猜中了 那么我可能参与其中能够获利 但是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房地产市场涨这么多已经带来了很多问题 如果再这么折腾的话问题会更大 所以我给这个情况的比例是10%到30% 就大概30%以内的机会是人民币继续升值 升破6 同时呢 中国其他所有的门内的这个资产 主要门内的资产 尤其是房地产 它不再出现任何的上涨 从整体来讲 那么就只有股票不停的开始往上涨 紧接着我们就能出现看到板块轮动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了 像那些质地又比较好跌又跌不下去的 它暂时没有太大的一个借口往剧烈往上涨 但是它可能会在今年底 比如说平安啊 茅台啊这些回调完之后 再出现一轮上涨 那么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就是人民币不再升值了 就大概就是稳定在6到6.5之间 那么如果稳定在这个区间呢 我给的判断是 这个区间就是适合外资 它就是慢慢的撤出 它找机会撤出 它就不像我刚才第一种分析说 钱先流进来 以后再想办法进去 出去 它就不再进来了 那么国内它这些外资 它这几十年在在华的利益啊 就参与到这个股票市场 把手上的房子跟其他的金融资产卖掉 甚至包括制造业的一些工厂全部都卖掉 然后参与到这个市场上来 然后挣完钱之后 他们在用这么高的汇价啊 这个换成美元 换成大量的美元撤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这个股票 它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不是大牛市 而是不停的出现板块轮动 同时出现小牛接小牛 小牛接小牛的情况 就没有真正当边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其实 对于普通人来讲还是更安全的 但同时在这种市场上 你要想挣到钱 那恐怕也更难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是 未来是一个主体部分 可能性是最大的 大概占个百分之三四十吧 百分之三四十 百分之四五十的样子 那这第二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一些论据呢 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这样啊 就国际上来讲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忍耐忍耐程度 已经慢慢的逼近极限了嘛 它不停的开始布局 可以说感觉上已经做好了 如果我们按第一种情况走的话 这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就是你这个大牛市当边的趋势 它即使再短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呢 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一种的时候 我再补一句就是 如果是这种大幅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升值 会更加的迅速跟剧烈 同时股市上涨的这个程度和烈度 也会非常的强 就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波牛市的 这个所有过程 就像这个05年到07年一样 两年之内啊 就从很低的这个点位 一直攀升到6000多 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 可能这个时间 两年多时间也还是太长 它可能只有一年的时间 那么这一年时间就会出现 它实际上就是保有着国内的资产 所有的门内的资产都不太跌 只不过呢 股市它是略涨 一些小牛的行情 那 但这个时候啊 就让这个外资 有挣到一些钱的情况下 不太亏本的情况下 能够安全的撤出中国 这就是我前面一直说的 这个 让领导先走 是我们人类的协作方式啊 这个最顶层的精英 他的钱没有撤出 是不会真正垮他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配合着这个 进程去走完走结束 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种情况 就是中国的这个连小牛市都不存在 这个可能性更小一些 就是中国如果说 可能一点这个牛市都不存在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中国的央行的加息速度 是远远快过于美国的 但是我们看 美国今年这个一月份是没有加息的 那今年呢 这个官方他们说是三次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外部压力 不是特别强大的情况下 你自己主动大幅加息 这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政治家上 政治家要背负上太多的这个责任 就是外面没有那么大压力 你家这么快干嘛 万一出什么问题 对不对 出小乱子可以hold住 那万一这个房价 一口气跌50% 这个政治责任谁来负 对不对 我不想谈政治 但是咱们分析到这里 对不对 就是因为那种资产暴跌 特别是房地产的 它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涨跌 可能你是财富消失了 但是你手头的工作不受影响 整个社会 它的生产结构不受影响 但是房地产下跌之后 它除了你的资产下跌之外 它会影响我们人的 把原来的这个 我们中国这十年 维持的这种现状 就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 出现一个重大的冲击 就大量的年轻人 他是在中介工作 没工作了 那大量的农民工 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他是从事房地产的这个一线的建筑功能工作 他工作也丢失了 还有很多跟房地产相关的这种咨询公司 还有包括一些像各种家电家具 这些全部都受到影响 就不光是钱的问题 连工作都保不住 这个时候领导人要承受太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可能性会小 就是你主动大幅加息 加得远远快过于美国 大幅加息这种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 你做的好了 安稳的度过危机了 别人看不出来你的功绩在哪里 但是你要是做的不好 那你的这个政治对手 包括这个底下的民众 像香港03年那波大游行 其实有相当的原因 是因为房价跌得太厉害 对不对 影响了香港这个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大陆也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说连工作的影响到 那你是把社会各个阶层 全部都给得罪完了 那这个时候 所以从领导人的意愿来讲 这个可能性就小 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幅加息 中国的通货膨胀跟家庭债务 这个恐怕都会出问题 就通货膨胀 它没有没有办法通货膨胀 那么东西会慢慢的开始掉价 那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你的劳动得到的钱就会很少 那这个时候 不光是说你工作可能保不住 是别人天天催上门来找你要债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家庭的债务 其实已经蛮严重了 就是你不走通货膨胀这条路子 你搞通货紧缩这条路子 那很多的家庭债务就会爆掉 好的 那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但这里我总结一下 就是中国的股市上涨的可能性确实还是要大得多 我整体还是依然维持之前百分之六百分之五六十百分之六七十的这么一个判断 但这绝对不表示说我推荐大家疯狂的去炒卖 我之前跟大家讲如果你本身在玩 你可以听一下我是不是说有些地方可以考虑一下 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你以后也不打算吃这个挣这方面的钱 就千万不要参与这个市场 那么我同时我也感受到收回中国中车 我也感受到压力 哎呀这个我怎么跌了 那么所以我在这之后呢 我也就不再推荐个股了 因为这种大环境的分析会相对好一点 这种小的股票啊 他分析起来 有时候他有些观众他可能甚至会觉得我是在做黑装 哎呀我先买路进来了 然后呢 我再号召大家一起买 我做老鼠餐 我最后我自己高位撤出来 所以当时我推荐的也是为了避免 所以我说个中国中车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我是这种小人物对不对 不可能控盘的嘛 对吧 那如果说小股票具有这种风 这种利益冲突的风险 所以我也是看到这种趋势 就是中国股市的上涨可能性应该是大一些 所以我也去往这方面去做操作啊 做一支小型的微型的对冲基金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十年前 如果说你在中国开个几家中介的话 你不需要很大的连锁能力 你就开个三五家 在几个小区门前面开一下 你坚持着做下来啊 十年坚持做下来 你现在应该就是千万级的富豪 因为我在开几个补习班的旁边都都有中介嘛 后来我发现那几个小区里面最挣钱的 我观察下来始终是中介 其他的什么卖玩具的 卖卖衣服的 做早点的 做中餐的 开咖啡馆的 各种东西啊 卖副食品的都都没有他们挣钱 包括我也没有他们挣钱 他们交一套房子就有两三万的这个手续费 包括这个很多的中小城市 他们一个小小县城 像我们家的小县城就有十几二十家 二三十家的这个房地产的建筑公司 开发商呢 大型的这种 开发商本来说应该是大型的企业 对不对 一个小城市 他们就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说出现 我刚才说第一种情况的话 可能也会遍地的是这种 像这种小基金啊这种 那么我感觉是不是机会来了 我应该操作一下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 就说是这个中车这种情况 他实际上是不具备一个基本的炒卖这个能力的 因为很多人还在问我 他说你看什么书啊 他说你 他一直说啊 他说哎呀 赵哥 你这个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你平常都看什么资料 是这样的 我这个都已经是阅读了十几年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阅读财经这方面的这种消息 这种新闻 已经是连续十几年的积累 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我现在看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杂的 比如说纽时啊 华尔街日报啊 这些也有看 像日本的独卖新闻啊 日经啊 这些也有看 那这个像这个欧洲这边的啊 也有看一些 像英国的金融时报啊 法国的世界报啊 都会有时候 都会看一看 那像这个 香港的媒体我也会经常看一下 那么国内的 像财新啊 还有包括主流的几个新闻网站 我都会浏览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你看什么 而是说你长期的积累是不是足够 这才是最大的一点 就你看一年两年的时间可能还不够 你要形成一个网状的知识结构 网状的知识结构 形成起来之后 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有思考能力 这个思考能力 应该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渴望 就是对他的一种热忱啊 你又对他特别喜欢 然后在这个网状的知识里面 你才能去提炼很多有用的观点 然后你最后才能真正从中获利 因为我们前面做一集杠杠的节目里面说到 其实对于金融行业来讲啊 这个是一个很肥的蛋糕 很肥的蛋糕 同时呢 他也是这个世界上 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的精英中的精英 至少是精英阶层 他们在里面玩的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没有做装感觉 你又不是专家的话 你是很难从这个市场上去薄杀获利的 因为你想一下 你跟那些大亨王 大亡家呀 索罗斯这种大亡家 又聪明 钱又多 对不对 还有一些是他们可以依靠 我前面说的这种政客的能量 依靠政治家的能量 做白手套的 你怎么能跟这些亡家比 如果你不是说有两把刷子的话 是很难在里面长期获利的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说 我就想冲了短期挣钱这个角度讲 我就要去读一些什么书 这样恐怕太慢 这样即使能获利 要么就是展示的 要么的话 就是还需要在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你这个长期积累足够了 可能能在市场的薄杀中 慢慢寻找稳定的获利 好的 那么这一集关于股票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